圆润饱满的外表,两球相接,大肚小口,葫芦简洁明了的线条风格,正好与现代人们朴实无华的生活相结合,也是翡翠饰品中比较受欢迎的一种饰品。 那么,翡翠葫芦都有哪些寓意呢? 首先就是多子多福。 成熟的葫芦身体里面有很多的种子,中国人有多子多福的讲究。 所以,人们认为葫芦多子,可以寓意子孙万代,多子多福。 将翡翠葫芦送给新婚夫妇,寓意他们很快得子,多子多福,子孙昌盛。 第二个寓意是福禄双全。 翡翠葫芦谐谐音福禄,福即是福气福星,赐福幸福,禄即是禄位禄星。 古时候,指高官厚禄,现代,指事业财运旺盛。 翡翠葫芦寓意福禄双全。 护佑人们吉祥幸福,加官进爵,财源滚滚。 翡翠葫芦的大肚子里面装的是学识与智慧。 所以呢,翡翠葫芦寓意学富武车,聪明智慧。 第四点是寓意夫妻和睦。 葫芦由上下两个球组成,圆润饱满。 传说将葫芦挂在夫妻睡的床上,可以促进夫妻和睦,婚姻幸福美满。 第五点是寓意度量大。 葫芦虽然嘴巴小,但是却有两个又大又圆的圆球,看起来精神饱满。 翡翠葫芦寓意着度量大,不小气。 居家风水若有会煞之气或者气场不利,导致友爱身体健康,也可以用翡翠葫芦来去病收煞。 我们大家在挑选翡翠葫芦的时候,要注意两圆的比例要协调,一般是上方的圆小于下方的圆。 还有就是看翡翠葫芦瓶口的形状,平身和平口处的接线,以及平身两圆的接线等等。 并且在与其他元素一起雕刻的时候,不仅要看各自是否饱满光滑,还要看两者的结合是否自然,凸显立体感。 经过以上的分享之后,相信大家可以放心地去选购翡翠葫芦了。 好的家人们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 感恩您的聆听,我们下次见。